股票或者是債券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在會計裡面呢 人用的會計科目 或者是我們在分析 這個交易的時候 我們不太會先去管 你買的是股票、是債券 換你做很多紀錄的時候 我都會先問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的企圖是什麼 企圖好像不太好聽喔 就是說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你的計畫是什麼 好 所以我們會根據你的計畫 你的 你做這個交易的目的 來做你的分路 所以這件事情 你要講這個習慣 你做交易 你發生一個交易的時候 尤其是不是很尋常的交易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做這個交易的目的在哪裡 動機在哪裡 好 所以我們呢 根據它的目的可以分成 這個持有 不管是買股票也好 買費金也好 我可以分成所謂的交易目的 我可以分成所謂的交易目的 不是什麼 我是看它現在 這個市場的沒有 非理性的下跌 所以我覺得這家公司很好啊 沒什麼問題啊 那市場上現在傳了一個 不好的訊息出來 我其實是覺得你是錯誤的 所以很快我預期很快就被什麼 被澄清了 那所以呢 我趁這個時間 我就先去買了這家公司的股票 因為我要賺什麼 我會賺價差 好 所以我買了之後呢 我其實是很快要把它賣掉的 我很快要把它賣掉 所以這個叫做交易目的 好 所以什麼是交易目的 我買了這個 只有這個金融資產 其實我是很快要把它自分掉的 好 那多少 基本上來講多 多快 好 有些人講說是六個月了 可是呢 並沒有那麼的明確講 因為在國際會議準則 其實是非常不贊成用量化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你有控制日 我說你要編合併報表 什麼情況之下 你要編合併報表 以前我們講是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上 好 那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上呢 其實呢 如果你規定是五十嘛 那我只要站四十九點九 我就不要編合併了嘛 好 所以呢 如果想要規定編合併報表的公司呢 我就要編合併報表之前 要年底之前 我趕快把我的股權的降低 只有四十九點九 我就不用編合併了 好 所以呢 這樣 這是我們以前規定說 你要編合併報表的前提 就是你要控 你也只有這家公司的股權 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 所以我只有四十九點九 就不用編合併了 那這樣是不是很容易要規避呢 所以國際會議準則 他完全不講 不用數字 不用量化的東西來評估 他說 如果你對這家公司有控制力 你就要編合併 好 所以呢 我們以前講 交易目的 就是短期之內要把它賣掉的 那多短 好 基本上呢 我們就有一些會講是六個月 但是呢 我沒有強調一定是六個月 但是基本上就是指 你買的時候 你其實心態上面是很快的時間 短期之內就不能把它賣掉 處分掉 好 這個叫做交易目的 那如果我打算的時間持有稍微長一點點 可是我對這家公司呢 因為我持無比這樣講 其實沒有對這家公司有什麼影響力 沒有影響力的話呢 基本上來講我做什麼 但是我沒有很快要把它賣掉 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是什麼 叫做被公出售 看情形賣來 好 我需要錢的時候 我可能就把它賣掉 那我不需要錢的話 就長期買 我就先把它擺著 好 這種叫做被公出售 好 那這兩個交易呢 它可以買的標地可以是股票 也可以買的是債券 好 因為我買債券我也可能什麼 現在聽說那個 現在是因為升息的聲音比較大 如果萬一我們之前都聽到 因為景氣不好啦 有降息的聲音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趕快跳下去買債券 好 那因為如果市場利率跌的時候 債券價格就會上漲 你就可以賺到了 好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交易目的 所以呢 你的被公出售跟交易目的 你投資的標地可以是股票 可以去債券 好 那這兩個呢 有時候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去看那個 像世衛公司的報表裡面 這個被公出售 這個一定是流動資產 這個科目 當你有可能在流動資產看到這個科目 同時也在非流動資產也看到這個科目 可不可能 可能啊 因為我被公出售裡面 我持有一籃子的東西 那有些東西我打算什麼 一年之內把它賣掉 它就屬於流動 有些東西我可能會持有的時間 怎麼超過一年 好 這個時候我就把它放在非流動 所以同樣這個快系科目 它有可能出現在流動資產 有可能出現在非流動 那有可能是一家公司 流動資產也出現被公出售 非流動資產也出現被公出售 不少五比物是可以的 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有些公司呢 某一個公司它被公出售 全部在流動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某個公司呢 它被公出售全部把它放在非流動 可不可以 因為它打算超過一年以後 才會自分後 它就是非流動 好 所以這是被公出售 好 那這個可以是股票 可以是債券 那如果我打算持有債券 持有到很長 好 多長 到它的到期日 所以我們會有持有到到期日 這個就是指債券 好 所以呢 持有到到期日 這個就是指債券 好 所以它一定是指債券 好 我說呢 因為我持有這個債券呢 我打算呢 持有的時間很長 多長 持有到那個到期日 好 所以我就有另外的會計科目 叫做 持有到到期日的金融資產 好 那如果我剛剛講說我持有股票 我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 那我持有的股 第一個 可能我沒有很快的時間要賣掉 好 那我持有的時間可能會長一點 好 多長 我也沒有很確定 反正也沒有所謂到期日 所以我就是沒有打算很慌 把他賣掉 然後再來 我對於這家公司呢 其實我持有的股權呢 是對他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我持有0.5% 哪有什麼影響力呢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當你持有的股權不到影響力 就是持有的時間會比較長 但是你對這家公司 沒有什麼影響力的時候 我就用被公出銷 但是如果你對這家公司 有影響力的時候 我就叫做什麼 股權投資 好 那再來這個股權投資一定是什麼 投資是股票了 它的投資標的一定是持股票了 好 所以基本上來講 如果我投資股票 我投資證券 我的會計客戶不在乎是 因為你投資的是股票或債券而有不同 要是針對是什麼 你持有的 你投資的股票 你擁有這個資產的目的來決定 好 那持有這個資產的目的呢 我們就可以分成這四個 那當然這前一兩個 可能是股票 可能是債券 那後面這兩個 很清楚啦 一個是債券 一個是另外一定是股票 好 那我們繼續要講呢 主要是講這一段 怎樣是講這一段 好 因為取有刀刀期日 現在回憶一下我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損益表的問題 好 我們現在不是在講那些資產的問題 而是我們在講說 其實我擁有這些資產的時候 我在損益表上面 會有什麼影響 我會要怎麼表達 好 那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 你需要的刀期日 我們基本上是不用什麼 好 應該講說 現在我們在講這個資產的時候 回憶一下 我們先講完 再來看一下自己可以得損益表達的方式 我們在談資產的時候 我們的會計處理 那這來講 有四個階段 持有當時 原始交易 持有期間 期末 會計年度結束 或者是報到期間結束日 就是期末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好 我幾分 好 這是我們出貨裡面講過的 不是 不是現在才有的 好 我們期有資產的時候 第一個 我要用多少錢入帳 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一切合理支出 我期有這個資產合理之下的一些支付 好 所以我要多少錢買 我用多少錢入帳 那某一些資產 它的交易成本 可以算到它的成本 那有些交易的支出只能當作用費用 這個我姑且不講 就是原始我入帳的時候 因為這些坑我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持有期間呢 如果你持有股票 好 那你就會產生什麼 鼓勵 如果你是產生的是 拿到的是現金鼓勵 那你的分數會怎麼寫 也知我們應該是 應該有稍微提過 出貨裡頭應該有稍微提過吧 請便 如果我拿到現金鼓勵的時候 我的分數會怎麼寫 記上嗎 對呀 我的分數就是記上啊 我的分數會怎麼寫 然後呢 我沒聽得很懂 沒錯 就是股利收入 Predit Dividend Revenue 好 對不起 我沒聽得很懂 好 沒錯 就是股利收入 好 那如果你拿到的是股票鼓勵呢 拿到的是股票鼓勵呢 股票鼓勵 下一題問你已經比較好了 好 所以只要做被忘錄 好 沒有錯啊 當你拿到的是股票鼓勵的時候 你只是股數增加了 可是因為你沒有賣 所以它沒有真正產生的資產增加 好 所以基本上來講 當你持有期間 你持有股票的話 你就會產生鼓勵收入 好 但是它是叫鼓勵收入 還是代替鼓勵收入 還是代替股權 就要看 不一定了 好 這個 這個的話就不一樣了 好 這個不一樣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只講這兩個就好了 好 然後如果你是債券的話 持有期間會發生什麼事情 債券產生利息 你就會產生利息收入 好 那債券如果 我持有的 當我買的價格 我的買家 我的入帳的金額 跟這個債券的面額不一樣的時候 在交易目的 不用做任何事情 當我的買家跟債券的面額不一樣 假設我花了99萬8千去買一張100萬面值的債券 在交易目的 我不用去管這2000塊的差價 該怎麼處理 交易目的不用 但是被公出售就要做折一價的貪銷 好 這個 這也不是我們要講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就是這個債券的部分呢 基本上 原則上它會產生一些利息收入 那期末 好 重點就來囉 我們其實 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期末的問題 報道期間結束日 在我們的國際會計選擇非常強調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有講過了 公免價值 好 所以在報導期間結束日的時候 我們就要針對資產的 照面金額跟公免價值來做比較 那當然不同性質的資產 它比較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 好 那譬如說好了 我們講資產 存貨好了 存貨如果你的成本高於公免價值 在存貨我們叫做靜電線價值 如果你的存貨的帳面價值高於靜電線價值 我就要承認存貨的價值 那如果我的存貨的價格 帳上的成本 低於這個靜電線價值 我是不承認會實現利益的 雖然說存貨也是流動資產來 照理說它也要什麼 它也要 它也是短期之內就會實現的 可是因為存貨 它會多經過一道手續 您想想看我們在做財務報表分析的時候 後面我們在講那個比率分析的時候 財務報表比率分析的時候 樹動資產裡面能夠存貨 白藥 所以存貨雖然是流動資產 但是它能夠實現的時間可能會比較長 因為它現在賣掉 產生應收帳簿 應收帳簿在收限 所以它要經過的程序比較多 所以在存貨的評價上面 我們是不承認會實現利益的 好 那這樣子來看一下呢 我們就回過頭來看 我們的固定資產期末要評價 但我們上次應該 我們應該理律有講過 資產的評價與固定資產的評價 我們只承認損失 不承認利益 好 這是固定資產期末要評價 但是評價的目的 是我只承認損失 不承認利益 所以當我的固定資產的那個可回收金額 高於帳面金額的時候 帳面價值的時候 我是不做任何事情的 好 那個是以後我們會再進 好 那我們來談談這兩個科目 這個資產科目 期末要做評價 要跟公理價值來做評價 好 那這個科目比較特別的是 好 當你評價出來的結果 不管你是產生損失還利益 都承認 都要承認在 都要記錄 都會什麼 都會影響本席水益 好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交易目的 我剛剛講說了 交易目的是很短啊 多短 可能講六本月 只是在會計 在國際虧利潤的裡頭 你有強調幾個月 反正你的持有的目的就是很快要把它賣掉 因為很快要賣掉 所以它損失利益就很快就會實現了 所以是不是一樣跟我請你講的 當你很快就會實現了損失利益 你就直接什麼 承認影響到當期損益 所以我之前講了 當你交易目的 期末評價 不管是損失還利益 雖然 尤其是利益 雖然會實現 但是因為它很快就會實現 所以它都會直接放在本期損益裡面 那譬如說你可能會把它放在業外 所謂業外的部分 營業外損益的部分 好 所以這個是會影響本期損益 因為它很快就會實現 那備供出售呢 因為它可能不會那麼快 但是呢 期末我要做評價 我要贓業價值跟供免價值做比較 那比較呢 不管損失也好 利益也好 好 我們都要什麼 承認進來 但是要承認的時候 損失也好 利益也好 它承認進來 但是它不直接影響本期損益 它只列入什麼 其他綜合損益 好 就講到我們今天 大概都講到 其他綜合損益 就講到我們的重點 其他綜合損益 不管你是產生的損失 還是利益 因為你都不會很快去實現 所以呢 我就把它列入 其他綜合損益 所以就是我們這邊所講的 第四個 基本上66月份產有第四個 就是被公出售 好 那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被公出售金融資產供免價值的 會實現損益 損失跟利益都一樣 好 損失跟利益都一樣 好 那基本上來講 好 那我們的公報上面 它不會 它不叫做交易目的 好 它也不叫被公出售 有些也可以這樣子寫 有些也公 應該是什麼 我們的金管會的那個 科目的對照裡面 也有可以叫交易目的 也有叫被公出售 你可以上網去看 然後呢 另外的是 如果我們公報上面講的話 或者是有些課本上面會講說 這個 這個交易目的呢 它會講說 這個依公餌價值衡量且變動列入本期選利 或當期選利 它就講這麼長 依公餌價值衡量且變動列入本期選利之金融資產 好 那如果被公出售呢 它跟前面的那個科目很像 只是它改了一點點 它說依公餌價值衡量且公餌價值現狀 列入綜合損益之金融資產 前面那個科目指什麼 列入本期損益 或列入當期損益 然後被公出售 我們叫做列入綜合損益 就這樣而已 好 所以我們的公報上面寫的 會計科目可能會有這麼慘 好 這是科目上面的使用呢 其實在台灣的那個公報上面 並沒有那麼的強調 並沒有那麼規定的 那麼嚴格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個 其他綜合學裡面 談的第四個角度 這樣聽懂了 好 所以我說呢 這個是在判斷的時候 你要先去想 我說呢 不要自己 你不要用強技的 技呢 你很有力就會亂掉 所以我在想說 你要不要影響本期隨意 你先想 它是不是很快會實現 如果很快會實現 就列入本期隨意 如果不是很快會實現 那就放在其他綜合所能量 好 這是我們說探照的第四點的焦慮 那第五個 我很快講過去就好了 好 什麼像說現金流量避險 什麼叫現金流量避險 假設說 我現在呢 要不要買一副機器 他說呢 因為這個是什麼 by order 就是你下個訂單以後才開始生產 所以生產完就要三個月 就是你下個訂單以後三個月才會交過去 好 那我下訂單的時候 當初就要報價給我啦 好 假設這個是 這台機器是美金50萬 好 那三個月交貨 我三個月交貨才要付款 那像我現在50萬的美金呢 我想 欸 現在台幣 好 目前來講 台幣29塊多 一塊錢的美金可以換29塊多的台幣 好 那我覺得未來的會議可能會升還是會跌 也不知道 好 所以我為了避免 那我到底未來三個月準備多少的台幣 來換50萬的美金呢 我不知道 所以呢 我避免掉這樣的不確定性的風險 所以我先跟銀行做的一個什麼 遠期外匯 我就鎖住 那時候 假設今天銀行告訴我 三個月期美金的遠期外匯 假設是30塊 它一定會比現在還貴嘛 就30塊 所以我就用什麼 我就先跟他買了一個三個月以後 要跟他交割的50萬的美金 然後呢 一塊錢的美金可以換30塊的台幣 30塊的台幣換一塊錢的美金 所以我就鎖住三個月之後 我會要付的是1500萬的新台幣 好 這是我鎖住的 那我避免掉 但現在的話 就說 欸 匯率呢 不管是漲還是跌 好 所以當我還沒有兌現之前 我的50萬的美金就會根據 假設我要報導 或者是結算那時候的 那個美金跟台幣的匯率 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產生什麼 換算調 就是先進流量避險的損利出來 所以先進流量避險絕大部分是用在 當你是跟這個所謂的外地交易的時候 你才會有這樣的一個交易 才會有這個科目產生 好 所以這個就是避險 避險工具以後產生的損害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